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Watching Online 跟著Jaco做,絕對的Jaco,我是教練Jaco 今天要教的是筋膜槍10分鐘的操作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家裡都會有一支筋膜槍來幫助你的肌肉恢復 可是其實還是有一些注意事項要小心 因為可能我會很仔細的教各位在操作的技巧 以及包含是哪些部位是不能打 還有包含哪些族群是不適合的 在開始之前請幫我確認周遭運動的空間是安全的 以及準備一張瑜伽墊 還有水壺毛巾 還有一支筋膜槍 準備好了嗎?那我們就開始囉 首先呢先讓各位了解一下筋膜是什麼東西 筋膜基本上其實就像是你的肌肉的肌外衣 就好像你在吃那種肌胸肉或是牛肉 它表層有一層筋膜 那筋膜層最主要的原理它的概念是讓你的肌肉減少摩擦 以及包含讓你的循環變得比較順暢 那通常會讓你的筋膜變得比較緊繃 不外乎有幾個元素 第一個姿勢 姿勢不良會讓你的筋膜塑形 那再來還包含你的動作 如果太長同樣的一個模式 你也會讓你的筋膜變成在同樣的形態 再來還包含是外力的撞擊 也會影響你筋膜的一個彈性 最後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喔 第一個水分 所以當你水喝太少的時候 也會讓你的筋膜失去它該有的一個良好彈性 最後情緒 情緒如果過度緊繃 也會影響到你整體的筋膜 所以呢我們可以透過利用筋膜槍的方式 來去放鬆 讓你的筋膜恢復到一個良好的彈性狀態 首先我們在操作的時候注意一下 第一個關節處不要打 所以我們不會直接打在你的骨頭上面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部分 第二個呢 如果假設你該部位是有傷口的地方 我們也不會是失作 再來如果今天打到某個部位 你覺得特別疼痛 那你可能要上去注意一下 那哪些族群比較不適合呢 像譬如說糖尿病 或是包含孕婦 或是一些小孩 或是骨子疏鬆 這些如果你發現你真的很想要操作 那麻煩你還是要去詢問專業人士 好啦 那我們來開始囉 首先 你會發現其實它都有不同的那個段數 如果今天是越強 其實越不適合去做放鬆 所以原則上 如果你要是幫助恢復做放鬆的話 麻煩請調到最弱 因為你越強的話 其實通常是比較適合熱身 來去喚醒你的肌肉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的方式是放鬆 我相信大家日常生活壓力得大 所以要讓你的肌肉筋膜獲得釋放 好 第一個 我們在我們先打大腿 先針對下肢的部分 我們從順著肌肉的方向 由上往下帶 上下慢慢的來回 然後要注意一下喔 通常一個部位啊 我們最多只會操作五分鐘 五分鐘其實就已經相當足夠了 所以其實不是打越多越好 好的 因為這支影片基本上其實是教各位如何操作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一個部位 你想要再多打一點 那你可以先把畫面按暫停 我們再繼續往下走 OK 好 大腿有分成為內側 包含還有中間 以及外側 這邊會比較多建議是 要打你的外側的位置 以及包含在你的內側 因為往往我們內外側的肌膜張力會很容易失衡 所以你可以先去做按壓 按壓的深度呢 只要到一到兩公分 千萬不要使命的往下壓 那不是越來越好 所以你只要輕輕的往下壓就夠了 OK 好就是順著肌肉走向 因為我們大腿肌肉走向是總直的